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端午预购开始了 为什么接着在母亲节之后 马上就做端午预购呢 那是因为我们要让生产者 有时间来制作 我们用预购制的方式 这样也不会产生浪费 这边先看到的是黑胡椒腌猪排 这是花肉色的 不用多介绍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我怎么做 像这样子啊 我干锅下去煎的时候 我会倒一点水 利用水 水气 然后让它去煎 就不会整盘 假设你倒油的话 你可能会煎得很干 这是我自己在煎肉的一个小方式 在这个影片当中介绍给大家 然后有吃肉你一定要吃菜 记得哦 要让自己均衡饮食 哦 海味小卷酱 它有一整尾的小卷在里面 使用的是基隆八斗子捕捞的小卷 在船上就新鲜激动 很多时候啊 海鲜类的东西 只要你的冷链做好 它是可以把那个鲜度直接就保留下来 这个海味小卷酱啊 它除了我们看到的整个小卷啊 它还有用辣椒 还有一些其余虾米虾皮都有 它的味道还蛮香的 可以拿来拌饭啊 拌面啊 或者是你只有烫个青菜 你也可以稍微拌一下 这个整卷的那个小卷给大家看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菩萨蛮 这是来自嘉宜东石本土养殖的日本蛮 是要用低密度的养殖方式做 然后我们菩萨蛮啊 一般来讲加热的方式 可能是隔水加热或者是用微波 那我今天做的时候我是用烤箱 因为我还要忙着拍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用烤箱来烤 也蛮香的 大家都会问说 蛮鱼会不会有刺啊 有啊 蛮鱼刺很多 但是菩萨蛮的蛮鱼它的刺 是让你看得到 刺不出来的 所以我有帮大家试吃这一块 我觉得还蛮OK的 然后它的口味呢 是道地的南部口味 因为我觉得那个菩萨蛮的感觉 还蛮甜咸甜咸的 不过就是这样才好吃 很多人会给长辈吃蛮鱼 因为牙口不好 然后咀嚼没有那么方便 那鰻鱼可以给它 很短的时间内给它很多营养 所以大家都可以参考看看 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咯 就是粽子了 我为大家开箱的粽子啊 有两个 现在看到这一个是广式鸭肉粽 它还有香肠 咸蛋黄 所以我看到都想说 诶 怎么有香肠 所以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有鸭香肉罩 然后鸭肉是把它切成像那个绞肉这样子 跟红麴调味去拌的 所以它整个吃起来的味道非常的不一样 我没有吃过广式鸭肉粽 所以我觉得它味道还蛮特别的 然后这边看到这个是黑猪小米粽 它有搭马告 有马告的味道在里面 然后那个肉是平谱黑猪肉 一整块的 画面中看到这样 还有花生哦 然后接下来看到的就是米曲干酒 很多人会问它是不是酒 其实不是 它是米跟米曲下去发酵的 它没有酒精 然后因为有米的关系 所以它喝起来都甜甜的 米曲干酒啊 它基本上是一个低热量高鲜的健康不济品 在日本他们就是拿来喝 那我们可以加在比如说你的麦片里面啊 或者是你的绿豆汤红豆汤 有点像甜酒那样的概念 它的应用其实还蛮广的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茉莉金轩啤酒 你可以同时喝到茉莉花金轩茶跟麦芽的甘甜香气 还蛮特别的 然后这个茉莉金轩是来自花坛农会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的手臂一点点黑黑的 那就是被小黑纹攻击的 一个月了 这次我们端午预购里面 同样也有把有机认证的防纹喷雾放进来 它是百分之百的天然来源成分 还有有机认证 所以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比较容易过敏的都可以选择这一款 我们的端午预购时间到4月16号 时间比较短一点 所以有到战所的时候都把握机会 好了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